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们是第一次捐赠物资给乌克兰 我们捐了不止一波的物资 包括医疗物资捐去乌克兰 当时都非常高调 而且是直接发新闻的 外交部自己发了新闻稿 所以请问一下 为什么前面几次都可以 这一次偏偏要变成机密 不可以对外公布 不可以让全世界知道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民进党现在在鬼扯 扯什么呢 说这些会损害到 我们跟友邦之间的关系 友邦 我们哪一个友邦 乌克兰跟我没有邦交 没有吧 捷克跟我没有邦交 没有吧 连俄罗斯都跟我没有邦交 请问一下 你知道你会损害到哪个友邦 你先告诉我 哪来的友邦 周边的这些国家 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国家 所以 他跟我们拿到什么友邦关系 我想最近 日云整个在围攻许巧新的事情 大家应该是有目共的 那可是问题来了 就是你平常去打许巧新的一些 什么贷款也好啊 房子也好啊 这些东西也就算 那现在是由外交部 去告发许巧新泄密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成案呢 老实讲 我知道现在在很多评论员中 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像阳明啊 伟汉啊 他们可能就认为说 巧新很可能会被判刑 那就算只被判缓刑 可能巧新未来都丧失 参选的资格 那真的是这样吗 那外交部真的告得赢吗 那他为什么要告许巧新 实际上呢就是 许巧新先爆个料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当场咨询 这个吴钊燮 我们这位即将卸任的外交部长 要走马上任 国安会秘书长的吴钊燮 然后呢他问他的时候 就说 我们是不是有一千万 的医疗援助要给乌克兰 但中间有透过这些 奇奇怪怪的这些国家 捷克啊这些东西 要转手这样过去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这不是很奇怪吗 为什么不直接送到乌克兰去 或是直接由台湾的厂商 跟乌克兰对接就好 那结果徐晓星这样问的时候 吴钊燮非常奇怪 就开始跳针了 跳针是什么呢 跳针说 你帮我送这个藐视国会罪啊 你用藐视国会罪来办我啊 就一直讲 一直跳针一直跳针 那当天吴钊燮暴怒 暴跳如雷的状况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这我有看到这个奇怪的画面 当时应该很多人想说 吴钊燮你是怎样 这种东西不是好好回答就好吗 为什么要用这种跳针的方式呢 然后 今天吴钊燮刚好去上伟翰的节目 吴钊燮今天的表现就非常的平和 就对伟翰讲说 说没有啊其实这个东西 如果徐晓星委员当初是 就是有什么疑问 那我们可以去跟晓星委员解释啊 那这样子这种私地下来做 因为这种东西曝光在台面上不好 他意思虽然是整个态度放软 但是呢意思就是说 谁叫你要公布密件我也没有办法 是你自己不按照程序走 那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大家没有想过一件很奇怪的事 也就是如果吴钊燮真的像他今天所讲的这么平和 跟对伟翰这么客气的这种状况 我们就结束了吗 你当初如果是姿态放这么低调 这么软 这就 整个事件不是不会产生的吗 结果他不但是在立法院里头 不断的跳针 跳针完之后呢 还写脸书 说 徐晓星根本就是空穴来风 然后呢故意在造谣 在散动 在破坏 台湾跟邦交国之间的感情 这都是吴钊燮自己写的喔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上伟他人节目可以这么客气 那为什么你对徐晓星如此尖锐 伟翰只是个媒体人 徐晓星是现任立委 那请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可是 你先说 徐晓星在造谣空穴来风 完全没这回事 然后你讲完之后 徐晓星公布了部分密件的内容 他公布之后 你就火大了 说要告他 那我先请教一件事 那外交部 吴钊燮你们之前说 根本没这回事 空穴来风 是不是都是说谎 是不是都是鬼扯 是不是造谣 是不是 你们应该要先向国人道歉 密件那个我们先摆一边 你知道外交部是不是 对国人造谣 对国人说谎 你说空穴来风 像我看这个 这个穴头都是风啊 一大堆风啊 这个穴塞得满满的耶 什么东西都有耶 这到底是怎样 那外交部说谎都不用道歉了 都不需要有人负责 外交部可以随意说谎 你可以告诉我说 因为外交上有某一些需要 不方便在这里透露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可以说谎吗 这可是两回事喔 所以这根本就是很荒唐的 然后你们现在拿这个东西去告 徐晓鑫了 我知道有一些侧意很爽 说你看你看吧 徐晓鑫活该啊被告啊 谁叫你要公布密件 我还看网路上一堆人拿鸡毛当令件 说不管徐晓鑫是为了什么理由 他上面写的密你就是不能公布啊 真的是这样吗 are you sure 我告诉大家啦 第一个 曾经台湾有个外交官 他后来就是退休之后出书了 出书了之后呢 外交部认为他里头有一些东西 就是引用了密件的资料 涉嫌泄漏国家机密 然后结果一审被判刑了 但到二审呢 无罪 为什么 因为法官认为这个东西 构不成国家机密 所以无罪 那徐晓鑫公布的这个东西 请问一下是国家机密吗 你看他的密等上面只是前面 那个文件前面有个密字 抱歉这是一般机密喔 这不是国家机密 这是一般公务机密喔 所以第一个他就不是国家机密 所以那些以为 徐晓鑫因为这件事情 可能会被判刑 甚至有可能是缓刑的人 会让他丧失参选资格的人 抱歉你们要失望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他泄漏的就 就不是国家机密 就是一般公务机密啊 所以不再排黑条款之列 那再来 他可不可以泄漏 一般机密 对理论上来说 只要被政府机关列 有列密等的 原则上是不可以泄漏 可是在实物上是什么呢 实物上是 台湾曾经有过判例 也就是 当你一个东西 根本不应该成为机密的时候 政府机关硬把它列为机密 那抱歉 法院是不认同 那这个东西 到底应不应该成为机密 我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们是第一次捐赠物资给乌克兰吗 不是吧 我记得 2022年战争刚打响的时候 台湾就非常高调了 说我不要断绝俄罗斯的天然气 我们不跟他买了 王美花当时还说 我们买到比俄罗斯更便宜的天然气 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 那现在这个更便宜天然气 不知道跑哪里去 王美花也从来没有解释 你既然买到更便宜的天然气 为什么我们的电费还要上涨 这不是很奇怪吗 好这是另外一回事 先撇开不谈 那当时我们是不是很高调的 说要援助乌克兰 还捐了好几批物资过去 我想大家都应该都有记忆吧 我们不会真的是金鱼脑 不会整个台湾人都忘记这些事情了 我们捐了不止一波的物资 包括医疗物资 捐去乌克兰 当时都非常高调 而且是直接发新闻的 外交部自己发了新闻稿 所以请问一下 为什么前面几次都可以 这一次偏偏要变机密 不可以对外公布 不可以让全世界知道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知道民进党现在在鬼扯 扯什么呢 说这些会损害到我们跟 友邦之间的关系 友邦 我们哪一个友邦 乌克兰跟我们有邦交 没有吧 捷克跟我们有邦交 没有吧 连俄罗斯都跟我们没有邦交 请问一下 你到底会损害到哪个友邦 你先告诉我 哪来的友邦 这些国家 周边的这些国家 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国家 所以 他跟我们哪有什么友邦关系 你在讲什么 在胡扯什么东西 然后再来 他们说 为什么捷克那边可以公布 我们台湾不能公布 因为捷克不会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捷克不会受到中国大陆压力的话 请问一下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建交 他为什么只选择跟中国大陆建交 不跟台湾建交 那不就是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对他施压吗 不就是因为他怕了中国大陆的压力吗 不是吗 不然呢 不然你告诉我是什么 然后 请问一下 我们捐的是医疗物资 捐医疗物资 为什么会受到中国大陆的压力 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为什么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不是第一次捐了 我们捐了好几次 那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压力 后面会有压力 好 就算你告诉我说 之前老共忘记了 忘记施压了 现在这次他突然想起来要施压 假设真的是这样 我请教你一件事 老共自己有没有捐 老共捐乌克兰捐的比我们还多 那 那是怎样 那你在告诉我什么事情 他自己都捐 然后他不准别人捐 是这样吗 你在告诉我老共是这样的意思吗 还是你这个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捐 我相信如果我们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捐 老共那边可能会反对 我相信 可是我们有这样做吗 没有耶 我们捐这一批是用偷偷摸摸的 我们 先把钱捐给捷克 然后捷克再来跟台湾采购 这为什么要转这一圈 你到底在干嘛 你为什么不 外交部直接招标 就向国内一材厂商提供 就好啦 不就解决了吗 我相信这些一材厂商 甚至你不要说你去跟他采购了 甚至你叫他捐他都有可能会捐 就做民生嘛 不就是这样啊 那结果我们不这样做 反而是要先把钱 送到捷克去 再由捷克回过来采购 请问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是中间有人想要搞鬼 我一点都不相信 讲塞话就是这样啊 那更好笑的就是 人家捷克从来不觉得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你们不是说捷克压力大吗 人家捷克是直接公布在网站上 那是怎样 而且公布的细节比我们还相信 比徐晓星的爆料都相信 那我就要问了 第一个喔 徐晓星的密件里头 有很多资料 跟捷克那边是不太一样的喔 因为捷克那边写的更多 那所以 难道是外交部 除了给立委的密件里头 提到的东西之外 还承诺了捷克其他的事情 有没有这种事 外交部要出来解释啊 那 根据法院的规定 也就是 已经公布的机密 就不叫机密 比如说今天蔡英文的论文 他说他要保存30点 封存30点 也是机密 那如果今天有人已经公布了呢 那我在后面再公布 请问一下算机密吗 我没有公布什么机密 因为已经曝光了 世界就知道了 捷克人家是公开把整个内容 全部贴在网站上 举事皆知 那请问一下 徐晓星手上那个密件 还算什么鬼机密 机密什么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怎么叫机密 然后我们的外交部的官员很扯 马文君昨天在质询的时候 他还跟你跳针 说 捷克的命令我们没有办法去告他 我们不能够干涉人家 但是这个对我们是机密文件 意思就是说捷克我告不了 捷克我告人家也不会理我 那徐晓星你是台湾人 我就要告你 所以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 外交部这个控告 几乎是不会成立 我为什么说几乎呢 就是 但是万一遇到一个没良心的检察官 他还是有可能会起诉 但是你说法院要派 徐晓星有罪 这真的是太牵强 如果今天 徐晓星真的因为这件事情 会被起诉 那甚至被判刑 那就证明了 说明了民进党 完全掌控了整个司法体系 就是这样的 没有人 没人 我可以解释一下 态